湖北一个房产黑中介团伙被法院判为黑社会 在加拿大的地产的经济在买卖中的主要职责是代表买方和卖方的权利 让他们的权利得到保护 那么所以经济人士一定要披露所知的各种风险的 本栏目由雨晨地产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收看房页晨语栏目 我是主持人Sarah 国内的房产中介正处在风口浪尖 一是去年北京打击黑中介 投诉举报热线开通首日 就有23家违规中介机构被查处 二是长租公寓杭州顶家 爆仓破产 4000户租客受损 三是湖北一个房产黑中介团伙被法院判为黑社会 在知乎上有人会问 北京靠谱的房屋中介有哪些 获赞最高的回答是没有 国内的房产中介似乎已经被异化成了嗜血的怪兽 狂吸全国人民的血 据上海市消保委联合上海社科院发布的 上海市房产中介消费者满意度调查报告上显示 2016年当地的房产中介行业 仅有11%的消费者满意 同时拥有高达84.8%的消费者纠纷比例 只有21.6%的消费者胆敢维权 今天我们就有幸请到 我们的房云陈宇的主讲嘉宾猫念姐 给我们分析一下 在加拿大这些情况会不会发生 欢迎地产专家雨晨 掌握房产卖动 近代房云陈宇 我是雨晨 大家好 我们有见面了 我发现国内不少的中介公司 会以58同城 感激网等等 网络平台为主要阵地 同时在门店内发布一些条件好 价格好的虚假房源信息 引诱了购房者前来购买 那等到房购买者上购之后呢 就以现在的租房不让看房了 或者是该房云业主不愿意出售 等等为借口 向购房者推荐其他价格更高的房子 以假房源引诱真买家 中介就这样勾搭上了客户 那像这样的模特房 或者是钓鱼的方式 在加拿大会行得通吗 真有这么深的水 那么其实在加拿大 北美的房地产市场 与国内的房地产市场 有一个根本上的差异 那就是我们的房源系统 是有一个房源的共享系统 我们叫MLS 每一个经纪人都会把房源系统 传输到这个系统上 所有上市的房子在这系统中 都是非常的透明 一目了然的 当我们经纪人 把这个房源的系统 传到这个系统上 是要有一定的资料的 比如说你屋主是不是屋主 他的身份证件 包括这些房子的一些信息 我们都要确保是 准确无误才可以传上去 那么这个系统非常的高效 彻底解决了 这个买家和卖家这个信息 沟通之间的一些问题 或者说一些屏障 那么如果你害怕 这种虚假的这种房源 在加拿大买房的时候 是不用担心的 因为我们呢 都是在这个受房的这个信息 都是真实可靠的 才可以传上去 那这些信息 是不是也就是在 这个官方的网站上 因为在这个网站上 你如果虚假的 或者就是说 你不是这个房主的业主 你想把这个房子传上去 我们是要做一个 title一个核实的 那么如果这个房产站上 不是你的名字 你是不可以放上去的 哪怕错一个都不行 就比如说 你这个房产站上 有三个人名 但你只有两个人签字了 那么在我们这里 也是不可以的 在国内呢有一种情况很常见 就是部分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 往往只向客户提供一张 印有联系方式的名片 不能提供相关的营业执照 消费者呢 实际买房或者卖房的时候 穿针引线的是一个人 而到地产交易中心 办理正式手续的时候 往往是另外一个人 根据这个国内的相关规定 我知道这个房产中介呢 是要取得这个合法的 这个经营身份的 除了在工商部门进行注册 申领这个营业执照以外呢 还要到房管部门进行备案的 但现实中很多中介呢 只有营业执照 没有进行备案 那么游离在这个监管的之外 在加拿大呢 您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因为加拿大经纪人呢 一定是100%要有牌照的 那么这个就是通过我们经纪人 有一个行业这个牌照的考试 来拿到这个执照之后 你才可以去从业 那么现在对这个从业的这个标准呢 也慢慢地提高了 它不光你要有牌照 那么在你牌照考试之前 它还要你通过一个英文的 一个等级的一个证书 就你要通过这样一定相关的 英文的这个水平 你才可以去领取这个牌照 那哪怕你领取牌照之后呢 它还会有一些相关的 一些实际的课程 要你要component1 and 2 and 3 所有都修完这些课程之后 它才可以让你正式可以 这样直牌经济 正式可以进行这个买卖的交易 那么与中国中介 这个店里面有一些穿着西装啊 那个打着领带的小伙子 或者一些很漂亮的小姑娘是不同的 在房地产的这个加拿大房地产中间呢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因为我们那个房产经济 这个房产经济公司之间 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基本上呢 就是它是不会给你开什么 base salary 就是说底薪啊 给你一个承诺 给你多少钱工资这样 那么呢 所以都是独立的开展业务 那么完全需要自己个人的口碑 来获取这个客人的信任 还有我们完全是靠百分之一百 这个commission 来这个就是获得收入的 国内中介啊 另一个被诟病的事情就是 常常在明知风险和障碍 存在的前提下 却不履行告知和披露的责任 然后让消费者自己排除 已经存在的障碍 甚至承受已经存在的风险 不按照法律规定 来签署相关的房屋协议 在操作上 不按照房屋协议的内容 来履行等等 那中介呢 许下的空头支票 最终却是由消费者来买占 若是在加拿大 恶意的隐藏关键信息 是OK的吗 那当然是不可以的 在加拿大的地产的 这个经济呢 在买卖中的主要职责 是代表这个买方和卖方的权利 让他们的权利得到保护 那么所以经纪人 是一定要披露所知的 这个各种风险的 那么如果经纪人 没有按照协议这个承担这个义务 就要承担 法律和经济的赔偿的职责 那么在加拿大 经纪人的个人的公信力 就是所谓的credibility 是他滥以生存的根本 那么一个好的经纪人 后面有成千上百上万的客人 那么很多经纪公司 也会就是争取这样的 一个经纪人家门 以提高他们的经纪公司的信誉 所以经纪人不会冒着 自己个人的信誉的风险 来刻意地知情不报 或者隐瞒一些 必须要披露的事实 那在国内如果买家要购买的物业 是按揭的 要交易必须续契约 卖家如果没有资格能力 往往会要求买家来垫付 但买家垫付资金存在风险 需要第三方来垫付 来降低风险 为了撮合交易 国内的中介机构 就往往同意垫资 然后让买家为这部分资金 支持一定的利息 对于中介机构而言 没有金融业务执照 很多都是打着法律的擦边球 国内这么干 我还真不知道 在加拿大买房 就不会碰到这样类似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房屋交易 是通过叫第三方的 公正委托来完成的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最后交易的时候 是要通过一个lawyer 或者律师 或者一个notary 就是一个叫 trust account 就是一个第三方的 一个公正的一个机构 来完成 就是notary public这样来进行完成 那么他们在 他们的notary或者lawyer 都会有一个trust account 那么是在加拿大买房 卖房过程中 是达成一个这样 特定的一个条款和项目的 那么就一方要将 另一方的这个押金 或者产权 或者数据 是进行到这个第三方的 这样一个托管系统里面 来完成这个交易的 那么它是一个维护交易 各方利益的一个 独立性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账户 那么一旦 这个第三方托管 开始这套 这个房产的这个买卖 就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些条款 会交给这个 第三方这个托管公司 来确保这个条款的落实 那么简单来讲 就是说你一定要找一个律师 或者一个notary public 来做最后完成的交易 所以是不存在这个买家来垫付 或者来经纪公司来垫付 这样的情况是不可以的 比如说哪怕是经纪人 他说来给你垫付这个款 都是不允许的 因为他是有conflict of interest 在里面的 是不允许去做这个事情 是违规的 我还听说有人 合同中明明写了 2%的佣金条款 房产中介呢 却说可以申请打折 许诺他能申请1% 甚至更低的佣金 让他放心签约 然而过户之前呢 中介却翻脸不认账 对他说 不交完这个佣金啊 就不会给过户 这样的手段呢 似乎在国内是里见不鲜 买家往往因为 倾信了中介公司的 花言巧语而造成损失 我觉得对于佣金的这一块呢 就是在卖方的时候呢 是因为我们在加拿大的 所有的佣金 都是由卖方来支付的 买方卖方的 所有的经纪的佣金 是由卖方来支付 不像在国内 国内呢是买家支付 买家经纪的佣金 卖家是支付 卖家经纪的佣金 那么在这一块呢 就是当你卖房子的时候 就已经跟你委托的经纪人 签署了这样一份 卖方的一个 卖方合同的一个协议 那么这里面就已经 把这个经纪佣金啊 是怎么样一个收取呢 是很明确的写上的 那么呢 当然现在很多的 也有人给我打电话 他说啊 我都听说别的经纪 人只收1%的佣金 因为有这样1%的经纪 只收1% 但是其实呢 往往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陷阱 因为我昨天就收到一个客人 给我留言 他说你怎么收费啊 他说我们另外一个经纪 告诉我 他只是收我1% 但是呢 他说因为现在不能代表双方嘛 所以买家经纪呢 他要给3% 那么我给他一算 就是4% 总共哈 那么从这种情况下来讲 就是其实我们给他收的 还要更低一些 所以就说你一定要了解 不要只是轻轻说 人家1% 你就去信 到底这1%是怎么样的服务 包括些什么 还是total1% 还是只是一部分的1% 大家都得要了解清楚才好 那么刚刚又说到这个国内和我们加拿大经纪 有些很大的 还有一个非常不同 就是我们这边经纪人不光是有牌照 那么经纪呢 每一个还是要层层监管的 我们的地产局就是Reality Council 是发牌照的机构 那么他对经纪人是非常严格的 有任何的违规呢 他都会要进行处罚的 然后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MLS系统 其实MLS系统是由Reality Board来提供的 那么这是一个地产协会 我们其实大家在外面也都统称 也叫地产局 它其实是两个概念 因为地产协会是给地产经纪人 提供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一个机构 属于政府类的 不是 它是属于一个nonprofit机构 那么这个呢 就是你不是说每一个经纪人 都必须要加入他这个member的 你可以join 可以不join 那么在我们大概两万多名经纪里面 是有一部分 有一小部分经纪是没有加入这个board的 那么他没有交这个member fee 也没有加入board 他是不能上这个MLS系统 所以有的经纪人 他是上不了这个系统 就没有办法给客人 很全面地去找这个房子 但也有的经纪说我不需要 因为他们做商业地产 很多商业地产 他就不太依赖这个系统的 那能查到 在网上可以查到 这些经纪人有没有上这个board吗 可以在我们的这个MLS系统上就去查 他这个人是不是在这个board的member 是可以查 但是公众来讲是很难知道 他是不是member 因为是member的话呢 就要多一种监管 就是reality board 还是有另外一种监管 来监管你这个经纪人 所以就说更加严格吧 应该说就对法律法规上面 要求的更加严格一些 那国内与加拿大购房 看来的确存在很大的差异 但也不是说在加拿大买房 就一定妥妥的 被坑的客户 我想也不在少数 那雨晨是不是 您刚才介绍的那些 有些地产经纪 我们可以在board里面查到 对吧 但是普通人很难在board里查到 所以我们可能就要当面 去问一下这些地产经纪 你有没有是这个board里的会员 是吗 对 因为有board会员呢 你一定要加拿一定的费用嘛 那么还有就是 它也会受board的一个 更高的一个监管 就是是不是合法合规 是不是包括你的广告 是不是打的符合board的一些要求 那么都是有一定的监管的 那么这样就是 你选择地产经纪 就是一定要留个心 留个心眼 那么这种地产经纪 它会上到MLS系统 会给你更全面的资讯嘛 对吧 对啊 而且上到MS系统 你的房源才能被大温地区所有的买家能看到 所有的经纪人 所有的经纪人也会看到 因此啊 购房时啊 选择地产经纪一定要格外小心 一个既专业又有经验的地产经纪 可以使整个购房环境变得高效而且安全 那谢谢地产专家宇晨 今天给我们的分享 让我们获益良多 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资讯 请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那我们下期再会咯 谢谢大家 下期再会 列治文顶级阳光区 一万四千二百一十八尺大地 三千一百零五尺 经典现代社府 五十万重新打造 开放式的一流除餐厅 客厅内厅相应程序 四房三位贴近自然 品质卓越 前有绿色伸展地带 后云大幅的私人花园 谈笑红乳之间 名门豪居 左右相伴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拨打电话 六零四七一九三三零七 六零四七一九三三零七 预约看房 位于列治文 蒂文森诺 安井内街 远离机场 不喧嚣 一万两千一百七十九尺大地 五千尺 全新现代社府 五房五味 质量卓越 屋内光芒 明亮风水和谷 中西市厨房 配备德国进口米勒电器 餐厅 会客厅 以进口的show bag 水晶灯 流光一彩 用餐区和会客厅 搭配高大的窗户 舒适大气 古典现代完美结合 户外的居会庭院 配有秘密 让你享受阳光 随心所欲 BBQ 进口大理石地板 和智能家居系统 敬献您的品味 临近商场 学校 公共交通 渔人码头 也只有举步之遥 给你多多多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期预约看房